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大家不要去买 不鼓励大家买 因为最新的14代用的芯片 用回13代A15的芯片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买14代 除非你的iPhone是11代以下的 如果你是SR、iPhoneX的人 你可以考虑去买第14代 最少你有11、12、13 是完全不需要多余去换的 因为现在钱越来越小 钱又被收紧了 所以今天9月8日的大新闻 就是马来西亚的银行 国行 一年里面第三次升息 又升息了 没办法被逼 所以银行一升息 国行一升息 紧缩 真的是紧缩 所以没办法 所以今天 今晚凌晨 9月9号 没办法了 要上晚买东西 9月9号又有大优惠 大家记得这一次9月9号的优惠 相当相当夸张 相当相当大 大家可以省非常非常多钱 我们先看下新闻 对这个挽救马币 必不得已 没有办法 跌到四块半了 我们的钱 你看马来西亚的钱 对美金的跌到四块半了 你跟人家讲 四块半 很难看 然后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真的是 最新的iPhone 卖799美金 四块半下 在3600块 是我们的钱 不是Apple的问题 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 没办法了 第三度升息 能移多少 移一下 尽量移 移是移不好的 他尽量移一下 所以 12年里面 再一次 一年升三次 上次 12年前 就是升一点点 升0.25 讲起来有点大事所万 但是也幸亏 不然人家人民撑不住 他继续撑不住 所以现在的利息到了 2.50 可以放定期 可以放定期 所以现在是2.5% 标准是2.5% 就是定期 又会散了 但是还是很低 你还是放外国的 有些国家已经散到3% 4% 还是拿去外国放了 这个 比较好 那么这里 所以定期可以放 但是你不要放太久 因为 搞不好 现在9月份 第四季度 搞不好 他会升第四次 他会破坚 这个真的会打破记录 一年升四次 不然明年1月还是要升的 因为再次撑不住 你撑 你撑25个几点 完全没有用了 刚才马币有回来一点点 但是 完全没有效果 没办法了 现在美元太强了 现在美元收回来了 所以 想不到2020年最终留给全世界的最大灾案 是美元 所以当时美元放水放出去了之后 现在统统要收回来了 那个Honey Moon Honey Moon Honey Year 过了 美元真的要收回来 硬贩都跌到37年新低 我们马币跌到24年新低 那么 这个Bitcoin 大家不用讲 一片 丑云产物 因为Bitcoin 人家讲 它是清零币 以前朋友就问我 他什么时候会清零 他最终会清零 现在Bitcoin 大概剩19千 哇 当时40多千的时候 人家还跌到 当时是跌到40多千 人家还买 完蛋了 当时没有卖掉的话 现在跌剩9千 马币 真的是 冰城大桥 那么 再来 再来 就是 大家可能放心 10多年后 又是一条好汉 10多年后 大马至少有人口红利 所以今天有一个 比较有趣的新闻 就是 只是去年MCO 没有事情做 所以就做了很多人出来 所以今年的第二季度 逃出12万人出生 比去年的同季度 多了2.2% 所以会有人口红利 所以就 MCO就一直在家里造人 哎 华人都不敢造人 大家都知道 是什么人在不停的造人 然后 目前 因为全国大选 看来是不会发生 他至少顶住了 人家可 可后就是可后 哎呀 人家千年 不可以讲 可后就是可后 他顶住了 那么接下来 就等到 巫统主席坐牢 应该是等到 9月23号 没有啦 他还可以上诉 9月23号 他就下判 下判之后 也可以上诉 像Losma 这样子 所以他也是完蛋了 所以他整个 有光师的 那些通通完蛋了 所以到最后呢 赢家就是他 他大祸成胜 他把户统里面的那一群 通通清理干净了 到时候呢 哎 他就是老大了 然后呢 他如果没有全国大选的话 没有了那个政治动弹呢 那我们的经济呢 应该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这个是 希望是这样子啦 生息之后呢 iPhone真的不用买了 这个 除非你 如果你要追求 那个A16的那个芯片呢 就要买PRO PRO多了 一千多块 四千多块 五千 五六千块 你有五六千块的预算呢 你就可以买那个14PRO 没有的话 你14呢 真的是不用买了 14PRO 很够用了 因为这个大马银行 再升级下去呢 你这个钱啊 你拿来放银行啊 等15代出来 因为他这样子升级下去呢 这个每个月你银行 三公期呢 你就开始增加咯 只要你的贷款是属于浮动利率的 那不是FIX的 你每个月要公多几十块 整百块啊 几百块啊 有些人 你贷款高的 公多几百块啊 所以呢 在收入没有披升的情况之下呢 每个月的公期呢 又上升了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呢 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哦 也就是咯 那个新的 AirPods Pro 二代出来 那个什么 没钱买啦 好了 那么 9月9号的 这个 这个 很多网络平台呢 有大游会 大家记得去把握 省很多钱啊 好了 那么这期的韭菜人生呢 当时跟大家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 留言评论 那么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